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少年新聞週記 陪你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是朱培茲 又到了週末 可以沉澱思考一下 同學們覺得自己是屬於會服從權威 會聽從師長一切安排的人嗎 還是其實你更想做自己 或其實這兩者是可以兼顧的呢 節目今天幫大家精選了很多好料 趕快透過我們的鏡頭 幫你抓重點 你心目中的未來職業 也包含當一名插畫家 或會本創作家嗎 你很懷疑自己 你覺得自己創作不夠 或者是你覺得這一件事情 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你必須要真的對這件事情熱愛 到你願意克服很多困難 可能那個死亡之骨才不會把你拖下去 一起去了解Mori從氣管系畢業生跨領域走上藝術創作的路 到底好不好走 觀察動物排泄跟流體動力領域結合之後 究竟會撞擊出什麼火花 因為大的動物它尿道比較粗 對 然後它尿道比較長 所以它會有重力的影響 然後再加上它就是 就水道比較多嘛 所以它可以同時排出更多的水 從小喜歡動物的楊佩良博士 兩度拿下國際知名的搞像諾貝爾獎之後 終於為冷闢的研究領域反悔議程 話題題首先來關心校園霸凌 以及校園暴力事件 隨著年底選戰逼近 各個政黨積極地展開造勢活動 而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智恩 挑戰了目前執政高雄市長陳其邁 是不是有補充足夠的輔導人力 還是只知道針對霸凌的議題 只有通報而已 那對此呢 高雄市教育局就反擊 藍營是倒果為因打擊士氣 一介現在也幫陳其邁說 說高雄是全國第一個 找來律師醫師成立霸凌案 調查小組的城市 但是說到霸凌還真的不得不重視 因為原本基金會七月初 也召開了記者會 指控高雄有一個國中導師 曾經拿球棒打學生 還一次是長期對學生施暴 也有更多學生看到這個案件曝光之後 陸陸續續出面投訴 由此可見霸凌事件 的確很有可能 只是冰山一久 國旗勇氣受害學生出面 指控當時還是國中生的他 被蔡信導師不當體罰 這個月五號人本基金會 才召開記者會 揭發蔡信導師 對學生體罰後陸續有許多曾經也受到暴行的受害學生挺身而出站出來控訴 針對蔡信老師的陳楚 教育局出面回應霸凌部分 四月二十七號教育局獲報後 二十九號就召開防治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經過調查後認定霸凌不成立 但不當管教及體罰部分 二十八號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經過三次會議並訪談失聲後 認定有體罰事實 決議申戒兩次 人本基金會還指控這名老師 歷經三任校長還擔任導師期間 最高一年有高達十二名學生轉學 甚至還有學生被毆打到休課送醫 教師不當體罰爭議不斷 預言及互相關單位需要正視問題 經新聞 李一欣 黃柔榮 方伯峰採訪報導 除了動手打人案件 同學們在學校被言語霸凌 或是關係霸凌的比率 其實也不低 最近我們就發現了學生新生桶上 有一個國一學生 他因為朋友的關係 被原本小團體排擠霸凌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面對這樣的情形 在高中擔任輔導老師的柏軍老師 又會有什麼樣的回應呢 我目前國一 被班上的同學排擠 原因是因為 班上開學時本來就有一個小團體 然後我一個朋友最近被退出了 所以我現在都跟那個朋友玩 然後小團體的頭目 就開始拉同學來排擠我們兩個 甚至一群人一起說壞話 以前我是很喜歡上學的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明明才國藝而已 歡迎班級當中被排擠被霸凌這件事 明文老師本身也遇過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就是 我覺得人生一陣當中也很常的去回憶 我過去學生階段被霸凌被欺負的 或是被排擠的這段日子 在我高中的時候我曾經遇過 然後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也跟你一樣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找到我 比較好的朋友都是別的班級的 所以我每天中午都去 別的班上吃午餐之類的 也這樣就過了三年 就是類似很難跟自己的同班 同學相處 然後後來直到我轉組 然後換了班級之後 整個狀況才有改善 當然我也想讓你知道 就是並不是所有人 或是每個班級的同學 都是那麼的 可能就是排外或什麼之類的 我只想讓你知道說 這些東西並不會一直 永久存在你後續的生活 尤其現在你才國藝 希望你所有才國藝 我就遇到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在後續人生當中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會改善 然後再來在現階段 你能做什麼 我覺得就是 我比較好奇你的興趣 或你的專長裡面是什麼 我很希望你能夠多去參加一些 你的專長裡面的可能是社團 然後可能是同樣裡面 有同樣玩同樣遊戲的人 或是玩同樣運動的人 或是學同樣才藝 或是同樣打同樣球的人 去發掘你那樣的 所謂的朋友群體 可以讓你比較 不會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再來也是鼓勵你 假如你沒有這樣的 所謂的才能 嗜好 或是專長 我們也可以開始去學 你真的有興趣的部分 假如你找到你的同好 我覺得自然而然 就會有一個你自己的群體 不論那個群體是所謂的 是不是主流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你都會不孤單 然後我也想跟你講說 你一定會在未來找到適合你的好朋友 除了霸凌的議題 繼續也要帶大家來關心毒品問題了 暑假開始好多同學更有機會 跟同學以外的社會人士接觸 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外觀看起來 像是糖果的毒品給騙了 如果說你看到的這種包裝 是非常可愛的 像是拉拉熊啦 或者是蠟筆小心等等 這麼可愛的卡通圖樣 一定要留意了 因為這很有可能 是包裹著糖衣的毒品 很多人第一次吸毒 是因為同才的壓力 也有人因為悟性販毒集團的話術 才決定試試看 在學校中規中矩的孩子 通常他們的話術會是 你來用藥 讀書可以專心喔 比較針對女孩子 會說漂亮啊 減肥 因為毒品裡面有個安非他命 其實用了會暴瘦 同才的壓力 加上好奇心驅使下 因而接受了免費吸食毒品的邀約 還好是按少年的家長 發覺孩子心中詭異 這才阻止孩子越陷越深 因為他到他吃的 其實講十兩碗 就好像是用錢的錢給他吃 正值得要看你錢了喔 你還可以控制他 這給他來的嗎 一個拉一個拉都是這樣 死的都是你們 因為你最基層他人會管你 被警察抓進去抓你 你會抓他們 跟他們都躲起來 你們只是都被利用的群職而已 走中間 檢警分析指出 毒品集團通常都是 先用免費好糠 引誘兒少染毒 緊接著便宜賣 再下一步就是誘導學生們 成為俗稱小蜜蜂的 藥頭運毒販毒工具 才有機會換到更多毒品 接引頭 一旦走錯一步 絕對會賠掉自己大好的人生 這個是從國外鏡頭的 高級糖果 三一四個送你吃 如果覺得我吃的話 再給我買啊 我家還要很多喔 為了提醒兒童與青少年 在無知下染上毒癮 教育行政單位 年年推出各種創意宣導活動 藉由戲劇表演提醒同學 小心毒品就在你身邊 你這是什麼產品啊 我都沒有看過耶 就跟你說是國外進口的啊 吃了包子你精神 哇這也太神奇了吧 那一格我不要 劇情中不明人士拿出號稱 從國外進口的糖果 送給兩位同學吃 但這顆糖果其實暗藏玄機 小小一包上頭 有的印著可愛的拉拉熊 也有拉筆小心圖樣 外觀類似吉隆式咖啡包的食品 其實是近年越來越常見的 新興毒品 一些毒販藥頭 為了要躲避這個警方查器 所以它可能是用咖啡包來包裝 或者是說它藏於這個果凍 甚至於之前有查氣到用眉粉 所以更容易讓人家 去誤實到這些毒品 毒品的危害不可小覷 這些裹著糖衣的毒品 尤其致命 基本上新興毒品 它都是屬於化學合成的 它有很多種的毒品成分 比較容易吃死人 染毒等同染病 甚至可能致命 隱道分指的是中腦區的病變 而且這中腦區的病變 真會加持大腦 來影響到我們平常的判斷 青少年們 若能具備看穿毒品真面貌的知識與決心 才能不受誘惑 迎向璀璨人生 明星期間 每天早就在不見面 我早就在不見面 也不見面 是 明星期間 女性 起雇 我 或許 说到自然科学可能是很多同学害怕的科目 只要一上课看到黑板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 肯定是头昏眼花的 不过在台湾有一个科学家 可以把科学玩得很有趣 玩到登上了国际舞台 那就是另类科学家杨沛良博士 他就曾经两度拿下了搞笑诺贝尔奖 至于他的主题是研究什么呢 竟然是研究动物的尿尿跟带熊的便便 怎么这么特别 一块来看看 泰文人也能站上诺贝尔奖舞台 却怎么穿着起装衣服 等等这其实是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 但得奖的成果与得主 都是经过严谨科学研究 过真价实的科学家们 台医科学家胡利德顶着马桶盖造型上台颁奖 他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机械教授 站在他旁边的正是当年的博士生杨沛良 师徒两人展开动物尿尿研究 以动物尿尿21秒的盘奖定律 夺得2015年的搞笑莫贝尔物理学奖 第一次得奖可能是运气 但是一生中可以得两次物理学奖评的可就是实力 四年后 杨培良博士头上顶着一个方形怪帽子 跟穿着方形便便装的胡利德上台 师徒联手再次以带雄便便这项搞怪研究 得到2019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些肌肉都在三次的角度上 形成了柜角角 一切是科技的证明 你能够把整个角度拉成一锅 结合动力学与动物行为研究 将动物排泄研究得有声有色 甚至站上国际科学舞台 杨培良跟她的老师胡利德 恐怕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另类搞怪科学家 没有想到动物的排泄也是一门大学问 今天我们就欢迎杨培良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颁奖典礼画面 你们的研究团队 我们一次上台就是真的很精心打扮 而且两次获奖主题都是跟动物排泄有关 这边我很好奇要请教一下 老师你目前的研究领域是跟动物学有关的吗 我是机械系的老师 你是机械系的老师 动力机械系 那动力机械系跟动物排泄 动物排泄就是流体力学 所以是力学 所以是理工科 所以是机械系 那我很好奇 就是说到这个 你当初接触动物排泄的研究到底是契机什么 契机是我一开始进我们知道教授的实验室的时候 在选题目 那他刚好正在训练他儿子上厕所 大概可能两三岁的时候 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题目 关于动物尿尿这件事情 动物跟人尿尿尿尿全部他都觉得很有趣 但是他问半天好像学生有一点 大部分的学生或者是我学长都好像觉得这个 你看要不要找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因为可以不用坐在办公室 我很想去动物园 所以你是因为喜欢动物 我很喜欢动物 然后我不太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 我想去看动物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契机之下 然后你就把它就是用在 就互相开始结合做了这个研究这样 可是你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去了动物园嘛 对不对 那你是花了多少时间在做这个研究 然后你当时研究了哪些动物园 其实收集资料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就是有去动物园 因为动物园能让我们近拍的动物 没有那么多 对 可能有那种可爱动物园 有羊 然后有大象 对 然后我们去旁边的流浪狗之家 拍狗尿尿 然后我们还有去旁边一个学校农场 有拍乳牛尿尿 然后还有学校校内的动物实验中心 就是常见的大叔小叔那种 小白叔那种动物尿尿 可是你要刚好拍到这些动物 在做这件事情 你刚才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是不是 就是重点是 其实这种训养 或应该说劝养的动物 他们的作息 甚至尿尿时间都很固定 比如说像大象好了 我们那天就先跟动物园的 照顾大象的那个饰养员讨论 说要怎么做 他就说小意思 就是你明天早上 八点半在这里 然后九点这个角落 这只大象就会在这里尿尿 完全可以预测了 然后我们就就是一行人 然后带着器材在那边等着 然后果然时间到了 大象就自己就晃着屁股跑出来尿尿了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自己拍 拍不好 因为大象尿尿这个事情 不太能练习 所以对焦啊 灯光啊什么搞不太定 那后来我们就想说 我们一定要先练习 然后确定我们要什么样的镜头啊 灯光 然后还找了校内的公关组的摄影师 一起来帮忙 然后在学校一个二楼 先架一个水管 然后假装他是大象尿道的样子 然后从二楼 这个高度 这个水度 这个宽 然后这样滴下来 然后我们先在校内先练一下 确定这是我们要的所有的设定 然后再到动物园去 你们觉得 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研究 还不错啊 我后来发表之后 有人告诉我说 他其实观察乳牛尿尿的时候 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或是观察某某动物 他想过这个问题 他没有想到说 全部动物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数字 比如21秒 对大象来说 好像也太快了 对啊 然后所以大家没有想到 因为他这么大 就连在一起 对 然后这么小的跟这么大的 为什么会是一样的时间 这就是流体力学 因为大的动物 它尿道比较粗 对 然后它尿道比较长 所以它会有重力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它 就是水稻比较多 所以它可以同时排出更多的水 做这个研究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或每个人都这么喜欢 这样子研究内容 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 曾经是你自己觉得 我要不要继续做这个研究呢 或者是说 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做这个研究好吗 这样子 在我们做完的时候有 那这是我的论文第一章 所以在做完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我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让我思考这个事情 一个是我在一个研讨会发表 对 那我为了要发表这研讨会 他们是规定说 你要先录一个影片 上传到YouTube 然后才能参加发表这个过程 对 然后我就发... 因为YouTube就公开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发现那个 like跟dislike一般一般 然后有时候dislike还多一点 有时候like多一点 然后每天就会看 那个like跟dislike 然后就觉得 哇 那怎么我做这个东西 好像是冲击到谁了吗 就是怎么社会上不太接受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做完发表 就全部这个project都结束了之后 那有一个比较 当时我念的那个科系的 另外一个很老的教授 比较保守的 然后他就写信给我知道教授 然后那当然这个信 我后来有看到 那大概就是说 他觉得做这个研究不太好这样 哦 他想要讨论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研究 我觉得他讲这话有道理 因为他跟我们实验室 是共用实验室 所以他很担心 他可能担心我们 是卫生的一些问题 对 可是他没有直接这样讲 但是他的主要的批评是 你不应该做这个主题 但我想他内心介意的可能是 你怎么可以用我的地方 来做这个研究 但你后来有受到影响 还是你在研究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告诉自己说 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些 我那时候其实 最大的支持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因为他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被别人攻击 他很有经验了 所以他告诉我 他给我很强的心理建设 就是说因为 我做的事情是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然后我的确触碰到社会上一些保守人的神经 但是这个事情时间会证明 那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因为你的已经被期刊发表了 然后也去研讨会 其实科学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主题有一些人不喜欢 那他们个人的偏好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慢慢的也因为指导教授的关系 然后所以给你很大的信心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他是一个在 接受风口站在风口浪电上 很有经验的一个人 所以他知道怎么面对别人 对他的批评跟攻击 那你的家人呢 你家人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家人觉得很棒 他们也觉得很棒 因为可能我从小就是一个 就是比较重视快乐的人 对所以他们觉得 你既然都到国外读书了 那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指导教授 做一个适合你的题目 然后你蛮快乐的 那我们就快乐了 后来有事说服了他吗 还是说后来这个事情 你是做错什么样的成果 让他后来就觉得说 那我也接受这样 我听说我的指导教授 私下跟他聊一聊 聊什么我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转捩点 应该是我得搞笑诺贝尔奖 因为我得奖之后 这些事情突然就都消失了 你当初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你应该也没有想过说 你要去参加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完全没有 我就是 可能因为我一开始 并不是很想要做 我没有那种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或者是让人类变好 对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我只是觉得说 我想要好好做一个有趣的研究 他还是谁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参加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这是提名的 但是其实是 应该是说在 我们受到一些抨击之后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论文已经发表了 那我只好就要说 我那时候听到被攻击的时候 我有一点沮丧 然后我只好就觉得说 不行啊 我这个徒弟做了一个论文 然后好像没有受到肯定 他就说我们要为这个论文找一个历史定位 然后有稍微找一个朋友说 你觉得这个奖 那你适不适合帮我们提名一下 这样 所以是一个私下的朋友 然后我们拜托他帮我们把这个论文 这个研究提名到搞笑诺贝尔奖 所以那个时候拿到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里是 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 拿到这个奖啊 就是觉得超级棒啊 觉得超级快乐 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了 太棒了 在这个作品里面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有很明显地感受到 学界的转变 有有有有 就是有的有的 比如说我的期刊 我的论文 那现在有的期刊会帮你顺便追踪说 你的论文被下载几次 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刚发表的时候 可能一 我举例了 因为我就忘记这个数字 一个月大概被下载两三百这样 然后等到那个奖一播完之后 隔天 那个就多了个零 对就变两三千 就是成长很快 对 就立刻 我觉得它是成功的 最成功的科普媒体 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很快的这个大家就有反应在数字上面 对不对 但是我很好奇是说 老师你在踏入科学研究你的热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其实应该是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做研究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动物 然后那我后来念机械念或是念物理 对啊怎么不是念动物呢 我也有小时候想过我可不可以当一个兽医 对 那后来我树里也不错 我觉得物理也很棒 那最后念科系的时候就选了物理 但是我也没有忘记我的生物 所以就是一直在那边 能不能生物有点物理 物理有点生物这样走来走去 那到博士班的时候才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不过很好奇是说你在美国念博士这段时间啊 因为你身为台湾人 然后又是女性的科学家 这中间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是 可能外界的一些看法 让你觉得 你觉得不太友善的生意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 或是什么样的科版影响 第一个 可能就是 因为我加入这个实验室 本来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实验室 是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好像 美国的一个众议员吧 还是参议员 Senator 然后他写了一个 他有点像是要抓什么 人民税金小偷的一个概念 他就编了一本书 然后就是 本年度21个 最浪费人民税金的研究 结果里面有四个是我们实验室 一个是我 还有三个是我学长的这样 对 那这个事情就等于 直接攻击我们实验室 所以那个时候是 我的指导教授出面来 正面回复这样的攻击 觉得别人看你是有特别的 眼光或是怎么样吗 我觉得大家好像 就我做了这个 史尿研究之后 好像很多人 跟我 就是私下对我评论 或者是可能 因为到私下 可能就公开让我知道 就是说 哇 你一个小女生敢做一个 这么臭或这么难的事情 很特别 但是这跟我女生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们刚刚看说 就是老师现在是在 清达动力机械系教书 对不对 但我们的节目 其实也到了清达校园 我们就要听听看了 这么在同学们眼中的 到底我们老师是一个 有多另类的老师 马上来看 清达工程医馆五楼实验室里 与杨沛良教授对谈的 都是他的指导学生 有的念大学 有的则是硕士 究竟同学们眼里的杨教授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他出的考题 然后讲的内容 其实都是很多人他可能 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个问题 他会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去了解 比如说我们打针了 那个针头的液体 喷出来的速度是多少 那其实这些很生活的东西 就是他在课堂上的主軸 在这个课堂上面带给学生 其实是非常丰富 而且不一样的 就有时候比较呛呛的这样子 比较没有那么严肃 很像妈妈 像他带我们去什么研讨会 就是很像妈妈一直带我们 然后就是平常他也会 一直问我们 那个人生未来的规划 他针对他好奇的事情 他就会一直想要问下去 他常常说就是不要告诉他 你猜想的结果 就是假设这个问题 然后你自己实际去动手做实验 然后给他这个答案 给他答案说 可不可行或正不正确 做的那个实验就是要模拟 鸟类在洗鲨鱼时的模样 那我主要是会结合 电钻跟鸡毛毯子 定数让他在就是 沙子堆里面旋转 然后看沙子会怎么样的运动 他希望我就是用实验去验证这件事情 那老师就是突发起想 就是想到 是不是可以用鸡毛毯子 像我做研究 就是跟鸟爪有关系的 我就是去一个去特认中心 他们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标本 那我就是拿了一个就是尺 然后再拿那只爪子 然后就拍 用就是一些高阶的显微镜去看 然后这个显微镜就可以切很多片 然后可能看一些亲眼看不到的东西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要跟另类科学家杨沛良聊聊不一样的科学研究之路 问一下老师你在一路上的研究 刚刚已经提到说你明明就是机械博士 但是你很喜欢研究动物 当时在念博士期间 不会担心未来就是就业的发展吗 其实一直都会 但是我觉得无论做什么样研究都会这样担心 所以我跟别人没有太大不一样 就是就算你做很热门的半导体研究啊 或是我做很冷门的动物这种动物流体相关的 其实在头就是即将离开学校的那个 瞬间大家都一样爬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李玉可能没有 我想的那么大相关 但是你那个时候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肯定是说在求学期间做过很多不一样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绝对是你在所有研究里面 你觉得最有趣最好玩的 对最有趣最好玩好玩到说我觉得可能未来之路不明 但我现在还是要做这件事 所以你现在在持续的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还是你接下来有别的研究 我现在在做还是动物相关的 那不一定是屎尿 要看适合的学生 但有些是做鸟类的指甲 有些做小老鼠洗鲨鱼洗澡那种都有 小老鼠洗澡的这个也可以是一个研究 对就是你的学生也都愿意跟着你一起 然后再进行这个关于动物的一些行为上面的研究 这样我觉得会找我的也是比较特别的学生 他们虽然是动力机械系 但是其实还蛮多也喜欢生物的人 那他们可能觉得大学或是硕士班 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情 那这个你的学生都知道你当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他们都会Google我 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你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就非常活泼 非常有趣的老师 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找了你 但他们曾经有跟你说过 当面跟你说过 其实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吗 他们可能我真的太 偏离极端 偏离平均值了 所以他们其实有两三次有来跟我说 你跟别的老师很不一样 比如说你会 我花蛮多时间一对一代学生 然后我不太 他们说我很美事 对因为其实以台湾的教育来讲 还是会很多时候会是希望你走什么样的路 或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就你对学生的态度来讲 是不是比较开放 一开始大家决定要做什么研究题目的时候 我就不会指定 我会给他们两三个月他们自己选 然后选完之后 我主要带他们其实就是一直讨论 然后我希望讨论到一个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一个 我觉得最疯狂的想法 或者是最成本最低 就是一直冲撞他们 让他们有一点觉得说 老师老师我想到了 我觉得我的可能比你好 那我觉得他们那一瞬间就成长了 举例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研究 就鸟泪在沙子里面洗澡 对 然后我的这个学生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现在没有鸟泪 我们现在要没有沙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好好好 我说那你去弄一个羽毛来啊 不然你把那个 比如说羽绒被剪破 对 反正里面就是给我搞出来 然后他说 我觉得你想应该不行 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 号称是应该是真的用鸡毛 做我的鸡毛胆子的一个工厂 所以我们刚刚买鸡毛的就有鸡毛了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你们最近这个有趣的研究主题 有没有机会再去 你参加下一次的这个搞笑诺贵 正在研究中 然后我觉得参加 我很确定我已经是搞笑诺贵奖的 观察名单了 因为他其实就是搞笑诺贵奖之一有 大家有一个私下一个社群 然后都会帮彼此宣传最近做什么研究 然后互相支持这个大家庭这样 就是让这个东西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越来越有趣 然后实际上也是一个 越来越有贡献的一个事情嘛 对不对 不过我问一下说 其实老师你把自己的这个 科学启蒙是归功于谁呢 因为我听到你家人很支持你 然后还有就是指导教授的部分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 科学之路最大的启蒙者 是妈妈吗 一个是妈妈 对 因为我妈妈其实也是科学家 对 然后再来 所以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刚刚问到说 她会不会对我做的研究不喜欢 她就是很支持 因为她觉得科学就是要 去尝试 尝试 然后出发好奇心 然后自己做的快乐 那再来就是我指导教授 我觉得她非常 她非常支持 所以她自己也是一个很活泼 很年轻的一个指导教授 她风格也是有一点 觉得不是那么传统 然后她很支持女生 因为她 这可能是现在美国的风星 或是她自己在机械领域待很久了 她觉得其实 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 或多或少还是对女生有歧视 所以她觉得她对机械系 或对这个领域能做的贡献 就是尽量培养更多的女生 所以我还蛮感谢她的 但实际在你的同学里面 女生是真的很少吗 真的很少啊 我研究所第一年到美国的时候 那一层 没有女生只有我 你说妈妈也是科学家 所以小时候 你也会在家里面自己有一些 实验精神的展现吗 实验精神的展现是还要 但我妈妈是学生物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喜欢动物有关 然后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孩 所以她就觉得如果在家 我不知道干嘛 那就大概去大自然走一走啊 接触动物这样 所以也因此有影响到 你后来就是很喜欢动物这件事 我觉得有动物在我旁边 我会觉得就是不孤单 受到陪伴 真的是因为你觉得跟他们在一起 你很安心 还是你觉得动物的行为很有趣 还是说你有觉得动物有什么事情 是让你觉得你想要一直研究下去 甚至做一辈子 我觉得动物的每一件事都很有趣啊 它跟人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又 就是它会动啊 怎么说呢 就是越开越可爱 我觉得就它也没有一个什么点 让我觉得我愿意做一辈子要干嘛 可是我就是回想 做动物研究的每一天 我觉得很棒 而且再做一天也可以 再做两天也可以啊 就继续做嘛 不管是什么类别的动物都可以吗 我有一些比较怕的 就是我有 我以前很 一开始我很排斥做侵入性的实验 就是说要见血 要杀动物 就很觉得说 这个违反我的基本人物设定 这样的机关这样 结果有一次 但是我研究屎尿 所以之后会开到肠心二 对啊 然后所以有一次我就真的 要研究肠子的蠕动 然后所以 那也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 我也不能说老师不要 我还要毕业 所以我就在这个机缘之上去学 怎么样解剖老鼠 然后我发现 虽然我内心还是 一开始有点抗计 可是当我看到 肠子蠕动的那一瞬间 我的抗计全部都忘记了 就是得到科学的那个兴奋感 超越了 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害怕 有点怕见血 或者有点觉得 这个是杀生这种感觉 那时候有很多人引导我 对 比如说我在 我在那里才知道说 原来其实 实验动物是有一个规定的 比如说我并不是 就是动物可能会 同时贡献给很多实验 所以我不需要 为了我自己又去杀一只动物 但是我可以减少 减少伤害动物 然后同时教我的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兽医 是 然后它那个手之吻 然后就告诉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动物就是不会痛啊 然后血不会流 然后你可以很精准地 用最小杀生的方式 然后看到你要看到的东西 做研究会有一个撞墙期或什么 那这时候你是怎么告诉自己 要继续下去的呢 我觉得这有一个秘诀啦 就是有一个老 这也是我知道要告诉我 就是你要同时做很多研究 分散一下 对分散注意力 所以你这样一个研究撞墙 还有另外两个啊 对 那你本就撞吧 中午先撞出来 那那感觉会好一点 不然如果你的毕业生死大业 就全部维系在一个研究的话 压力会太大了 哦 原来是这样子 不过要问一下老师 所以你是欢迎什么样类型的学生 跟你一起做研究呢 呃 主要还是要喜欢动物 哦 最主要是喜欢动物是第一要介入 对 然后也是有一点理工的训练的学生 都会欢迎他加入你的团队就对了 欢迎他们加入 然后如果你都不会我可以教你 别担心 或者还是要请教一下老师 想要给一些从事科学学术研究的青少年 有一些可能国高中生 他们已经是开始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了 对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告诉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阶段 因为开始对事情有好奇心 然后学了一点知识 那你要记得就是保持你的好奇心 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好奇心就评论 然后你就觉得啊 我不是这条路 我不适合我 我数学不好 我不是 我可能不适合念物理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做科学跟你的 基本的知识没有完 并不是完全挂钩的 就是你只要你有足够的好奇心 好奇心会引导你去学这些知识 我们今天听到老师跟我们说那么多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我本人对科学数学不是那么在行 但是现在说不定呢 可以多跟老师请教一下 接下来可以做出一些很有趣的研究 那也希望老师可以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支持人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有机会去台湾艺术教育馆 正在展出的梦境绘本展了吗 透过科技跟科学的方式 其实又把书里的情节就搬到现实里 让看的人仿佛走进了如梦似幻的绘本世界 这样的点子其实还蛮不错的 绘本是插画其中一种创作形式 根据调查国中生最喜欢的职业 第一名就是跟画画相关的行业了 当初还包含了插画师 节目就直接访问了参展的插画师 他说想要成为插画师 一定要撑过一个死亡之骨 作品才有可能慢慢被人看见 我会借由创画画创作来书法 年年夏日主人翁与小黑猫一起吃冰消暑 一起海边吹风 欣赏夜晚烟火灿烂 绘本中没有只字片语 读者却能强烈感受到假期的悠闲与快乐 绘本作的Mori 正大气管系辅修广告系 彻学时期他可是从没想过要以艺术创作为置业 我觉得因为一直在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 会觉得从事创作 从事艺术这件事情养不活自己 大学毕业后 Mori务实地找了行销企划虎口 工作了两年直到再也无法忽视自己内心的渴望 脑袋会一直会有一个声音 然后他会跟你说 如果做什么什么会更好呢 那其实对我而言 从画画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事 从来没学过画画的Mori 凭着一股热忱 考上了交大应用艺术研究所 在广大的艺术领域中 慢慢摸索出自己喜爱的创作形式 插画与绘本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那么主动讲话 或者是善于表达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形式 让我找到一个跟别人沟通的方法 Mori把儿时与家人的记忆 还有旅游经验以及日常生活 全透过绘本创作说了出来 当时也与诗人作家合作 替书本画插画 甚至也从事一般展览活动手册 从2019年出道至今 能获多项全球指标性的插画大奖 包括英国WIA世界插画大奖 美国ADAA卓越设计大奖等等 而参与国际竞赛也是提高自己能见度的有力途径 现在绘画的方式越来越普及 甚至现在都有那种数位算图 他算出来的图可能就是一个 专业的人可以画出来的等级 那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创作者 插画家存在 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还是要找到一个你的 语言 你的视觉的语绘 你看世界的方法去表达一些事情 而那些是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取代的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你的生命的经验的累积啊 你平常的练习啊 插画领域相当广泛 像是绘本创作比较注重用视觉说故事的能力 展览活动手册以及书本插图 比较注重用视觉清楚传达业主想传达的讯息 但即便与业主合作 插画师还是要尽可能保有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 才有竞争性 有点像艺术家 就是你还是可以有个人的风格 可是你的目的你还是要为讯息传达 对于插画创作者而言 他不是很全然的 你可以很自我 我想干嘛就干嘛 因为业主还是有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另外价格谈判也是自由创作者很重要的学习课题 我会先厘清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我想做的 然后我可能会评估这个案子 我会花我大概多少的时间 那我希望我每一个小时的收入是多少 就因为其实我也不想要在那边一来一往去猜别人的底线 所以我就说那你告诉我一个range 如果这个range我可以接受 我想做那我就接 根据国语日报调查中学生的梦幻职业前五名 插画家就名列冠军 如果Mori提醒追梦路途艰辛 尤其要经过一段死亡之骨 成为一个插画家的职业 是一个中间会经历一个死亡之骨 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个过程中阵亡 可能你很怀疑自己 你觉得自己创作不够 或者是你觉得这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你必须要真的对这件事情热爱到你愿意克服很多困难 可能那个死亡之骨才不会把你拖下去 月晨就像是死亡之骨的一道曙光 让人有动力有方向继续走下去 本周国际上还发生哪些重要大事 赶快透过时事布鲁斯一次告诉你 欧洲深陷热浪风暴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纷纷爆发野火灾情 这一波极端高温热浪 也随着低气压渐渐往北移动 英国伦敦多地飙迫摄射氏37度 传出机场跑道热道融化 法国南特42度高温破73年来的记录 有几千人被迫撤离 无二战争导致乌克兰小麦无法出口 再加上欧洲遭逢热浪 让粮食供应雪上加霜 法国预估用来制作糕点饼干的软植小麦 今年出口恐怕会比去年少了7% 小麦产量占全球17.6%的欧盟 也一并下修今年的小麦产量预测 俄罗斯独立媒体电视宇 18号在YouTube上恢复播出 无二战争爆发后 他们遭俄罗斯政府强制关台 工作人员集体迁出俄罗斯 三个月后总算取得欧盟播出执照 继续在乔治亚拉脱维亚 法国荷兰等地为广大的俄罗斯民众 以及网络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提供非俄罗斯官方的独立讯息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或者是特别想知道的资讯 都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IG或粉专搜索静少年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以下 Ting Starry信箱跟我们联系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朱培兹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